好 各位好 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情绪飓风 很抱歉 让你们等了这么久 但这就是我们第一期大分析教程 那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先讲讲我们做这个教程的理念 那我看过很多朋友做的教程 都非常不错 可是长教程最大的问题 是知识点分散 不依复习 还有插找 那我就想把每期教程给变短 然后分类 同时增加进度条 然后标明内容的位置 这样哪怕第一次没有完全理解 还是可以不断地复看 找到这个知识点 那我也希望各位在弹幕多多互动 这样在复习的时候 没准能够从弹幕里面 学到新的知识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理念 那我就不多废话 我们直接开始 第一集我们主要和各位讲一讲 达芬奇各面板的作用 这样在之后 等到你真正开始剪辑 各位才能有一个流畅的工作流 那达芬奇具有免费版和收费版 界面是一样的 只是收费版具有更多的效果器 还有团队协作的功能 这个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来选择是否购买 那无论哪个版本 我们打开达芬奇之后会看到第一个面板 就是项目管理器面板 那顾名思义 你的每一期视频的工程 都可以在这个面板创建和管理 那创建新的工程可以通过 点击新建项目 或者是双击未明明项目 都可以创建 那创建项目后 应当立刻按下Ctrl S 进行项目的命名和保存 首次保存很重要 否则软件崩溃 你将功亏一亏 第一次打开达芬奇 还有两个重要的设置 是需要你来执行的 那点击达芬奇 偏好设置 你可以找到软件的设置面板 点击用户面板 将系统语言更改为中文 然后点击项目保存面板 激活实时保存和项目备份 这样即便软件崩溃 你也不会丢失任何的进度 所以这也是达芬奇的一大优势 那完成基本设置以后 我们总算可以看到 达芬奇界面了 那首先我们先留意下方 这里标注了各个面板 分别针对视频创作的不同阶段 那为了帮助各位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看流程图 了解各个面板负责的功能 然后我们再来详细的介绍 那首先 我们创作视频 通常会先导入素材 进行分类 那我们会用到媒体面板 随后我们会进行视频的粗简 然后再进行精细的剪辑 那这里我们会用到快编 还有剪辑面板 那锁定剪辑以后 我们会开始进行效果的制作 调色 还有音频的调整 那分别是Fusion面板 调色面板 以及Fairlight面板 那完成一切的润色以后 我们会进行导出 最后会用到我们的胶负面板 所以这大分级的工作流非常直观 就是一条线 不要被菜单给吓到 那我们按顺序来一一介绍 首先是媒体面板 主要分为四个大块 媒体浏览器 素材监视器 媒体池 以及素材数据 那通常的流程是我们通过 媒体浏览器 找到素材所在的文件夹 然后在监视器中回看 然后查看素材的数值 然后再导入到媒体池中 等待剪辑 那你也可以直接从文件夹 拖拽素材 到媒体池进行导入 但是我个人并不推荐 剪辑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建议各位在前期 就做好素材的分类 这样后期才会得心应手 那你可以在媒体池 创建媒体夹 帮助分类 或者是直接从媒体浏览器 导入整个文件夹 都是可以的 那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达芬奇具有独立的项目设置 而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这是达芬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旦导入素材 你将再也没有办法更改项目的帧率 所以这容易造成后期的视频 跳针或者是卡顿 所以你需要在前期导入素材之前 就先进入文件 项目管理 将项目设置为合适的帧率 然后再进行素材的导入 那这个我们会在第二节课 进一步介绍 那当你完成数据的导入 还有分类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进行剪辑 那目前达芬奇有两个剪辑面板 快编和剪辑面板 这两者可以相互替代 那我们优先讲解最常用的剪辑面板 剪辑面板非常直观 分为五个大块 媒体池 素材与时间线监视器 效果检查器 特效库 以及我们的时间线 那通常剪辑视频 我们会在媒体池进行筛选 随后在素材监视器 通过I键与O键打下出物点 选出有用的素材 然后把这段素材 拖入时间线 进行拼凑和组装 那时间线有多条轨道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素材的叠加 通过时间线监视器 进行回看 来构建内容 那剪辑过程中 我们会经常有添加效果 或者专场的需求 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特效控面板 选择对应的音频 或者视频效果 拖拽到素材上面进行添加 添加效果之后 我们可以利用效果检查器面板 进行参数的调整 那素材的缩放 旋转 以及别的各种功能 也都可以在这个面板里面找到 其实这就是剪辑面板的主要功能 并不复杂 那当然真正的剪辑操作 你需要用到这里的各种工具 来帮助你快速地剪切和筛选素材 那我们在第二节课 会更详细地介绍 每一个工具的具体作用 而快编界面 其实和剪辑界面非常近似 当你看过来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它只是合并了素材和时间线监视器 并且添加了一个时间线的总览 操作逻辑也有一些创新 那更加适合视频的粗简 我们会在第四节课 来详细地介绍 那在完成视频的剪辑之后 我们会接触到Fusion 调色 还有Fairlight的面板 那首先 可能官方不会说 我并不推荐使用Fusion 来制作复杂的效果和动画 因为它的节点是工作逻辑 我觉得比较难以掌握 然后插件和教程也都比较少 所以即便它很强大 我还是会推荐使用AE After Effects 来完成这些任务 但调色界面非常重要 达芬基有着强大的调色功能 你可以对画面的色彩 有完全的掌控 那整个面板其实也很直观 你具有预设区 监视器 节点区 时间线 以及调色功能的面板 那预设区 你可以保存调色的预设 或者是LUTS 将它应用到别的片段 或者是导出截图 而节点区你可以理解成 记录你调色操作 还有效果的面板 那每个节点会按照顺序 产生影响 所以合理地使用各种节点 可以帮助你分离画面的各个区域 进行独立的调色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添加更多的效果 来进一步改变画面 那下方的面板 则具有各种调色必须的工具 比如说色轮 还有曲线等等 那任何操作都会被登记在 你选中的节点上面 并且对画面产生影响 在这里除了单纯的调色 你也可以对画面进行稳定 降噪 或者是跟踪 所以熟练以后这些工具 能够帮助你创造出极其震撼的色彩 而Fairlight面板则相当于音频的调色面板 你具有音频表 监视器 放大的音频时间线 以及调音台 那你可以在这里针对各种声音添加效果 或者是直接通过调音台 对整一条轨道上的声音进行整体处理 那音频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我觉得清晰的声音可以帮助你更好的传递内容 我们在之后的课里 会和各位详细讲解各种效果器的作用 帮助各位处理出干净的人生 还有更好的混音 当你完成这一切流程之后 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后的交付面板 那这里和剪辑面板类似 只是增加了渲染设置 以及渲染队列 那你可以选择预设导出 或者是自定义 那这里我推荐各位观看我们过去的视频编码教程 这样你可以更好地理解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封装和编码格式 来做这样的工作 这会对你起到很大的帮助 所以通常传播互联网 我们会选择MP4封装 HL64编码 在确认好帧率 分辨率 码率 以及文件名和导出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添加到渲染序列 开始渲染 这样一个视频其实就做完了 那我希望这第一期节目 让各位了解了达芬奇各个面板的作用 让各位不再感到陌生 而第二节课 我们会开始真正的深入讲解 剪辑界面的工具 还有操作逻辑 所以我们 下期再见 感谢各位收看本期教程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务必三连关注我们 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我们的淘宝店看看 我们有许多有意思的产品 还有周边在售 最后的话 就是下面是我们的 达芬奇交流群的群号 在这里大家可以交流知识 我们也会不定期上传一些 高智囊的素材 供大家玩耍 所以欢迎加入 那么我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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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